COVID-19大流行打乱了高中的课程取消了SAT考试 给申请记的学生和家长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大流行虽然颠覆了大学的申请 但它是否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由于可供选择的SAT和ACT考试机会很少 今年大多数大学都不再要求学生取得SAT和ACT考试成绩 如何在没有SAT成绩的情况下取得更好的offer 大学关心申请者在这段特殊时期如何分配时间 以及把精力集中在哪里 大学想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应有的学术的责任 而是学生们从疫情中吸取了什么感想 以及这些感想如何塑造学生们成为未来想成为的人 进行锁定周日晚间6点30分 国语一台以及无限三台7点30分的天下综合谈 2021会是SAT的终结年吗 多谢观看